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齐来扭气球的时间了 今天我就会教大家扭这款的生日蛋糕 这里我还放了一个LE灯 在这里闪闪闪闪闪的 你朋友或小朋友生日的时候 送给他一定不会吃到肥 今次我就会教大家做一个彩色蛋糕 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 两条260黄色气球 两条260粉红色气球 两条260紫色气球 三条260白色气球 两条260红色气球 两条160的深粉红色的 160气球 一个LED灯 一个5寸的浅黄色的圆明气球 一条紫色的260气球 和一条160的透明气球 首先做垃圆灯 先将LED的灯 放进到全体的5寸的圆明气球 放进去后 弹大的esteem 接着就要打个结 好了,就绑住了这个叮胆了 我们试试开它 接着我们就帮这个 紫色的气球 用来做这个蜡烛的 我这个就是一个 靓的,令身的 紫色气球 如果没有,你用其他气球也可以 接着我们就要将这个 有灯淡的气球 绑住它 绑住之后 我们就剪去 多余的 接着我们就做一个 好似苹果结 把这个绑结 套进去 有一个苹果结 接着呢 扭住它 这样就做了这个蜡烛了 我们先放下 那我们呢 就要泵这 这些 六条这个 这个 黄色 粉红色 和紫色的气球呢 就做个蛋糕的 那你泵呢 大概呢 剩下一个半手掌位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拉下去 让那些气呢 走去后面 那我们呢 拉到它呢 平均 每一个 每一道位都是 平均的 好了 我们泵完六条气球之后呢 那我们呢 就将它相同颜色的 就绑上去 好了 那我们呢 就绑上三组的气球了 跟着呢 我们呢 要将这个 的 蜡烛呢 就套进去的 我们首先呢 就量了个位 啦 那么长 那跟着呢 我们就将它呢 套进去 这里 我们拿 两条 这里呢 就扭住 让它呢 套在中间那里了 跟着呢 我们呢 就再放在另一组的气球 在这里 扭住 跟着呢 下面的这里呢 我们呢 就 扭住它 这里呢 我们呢 剪了它多余的 就绑住它 跟着呢 现在呢 我们呢 就要 扭住 差不多 三个手指位 留一个 单结 旁边这个呢 又是一个三个手指位 一个单结 之后呢 我们呢 就要将它呢 搭过来这边 这里 就要扭过来搭到这边 这边呢 这个呢 呢 大概 大小小小的 四个手指位 这样 这样 跟着呢 又是呢 另外一条 又是留一个 蛋结 三个手指位 单结 又是将它这边呢 又搭过来,这边强一点 将它扭过来,向右边这个扭过来 接着粉红色这条,又是量这个三个手指位 然后将黄色这个搭过来,大概四个手指位 扭过来,紫色这个又是扭一个三个手指位的单结 接着粉红色这个,又大一点的扭过来 放在它,到黄色这个也是三个手指位的 红色这里,又一个大一点的扭过来 我们就已经五条扭过来 接着最后这个,我们需要一条 这些160气球,我们将这个160气球 穿过这个粉红色这个,粉纸色这个 这里,我们在后面,在底那边绑 我们在这里,又是扭一个大一点的 就将它在这里绑住它 好了,这里我们做了五条 最后一条,最后一条 因为这里,没有另一条 我们就将它拼到这里 我们就用这个160的透明气球 我们就穿过来 在这个紫色这里,这个位置穿过来 我们就将它在底下这边 因为在底下,绑个磁就看不见 在这里,这里我们又是留一个单结之后 要将这个单结,就和这个粉纸色这个 这个搏在这里 我们就将这个160气球绑住它 完成了一层 然后我们就泵这个160的粉红色气球 我们就把这个大红色气球 我们就泵到大概剩下一个 一个手掌多些 将两条160的气球绑住它 然后我们就可以捏到下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捏到这个 我们就把红耳结 把这边 пер弄到它的内部 先将它穿过来 把它摸过来 然后就可以拿到这块 我们现在在另外一条 似乎向中 接着我们就在这里量一个位置 在下面有一个单结 接着上面有一个框子 绞住这个黄色气球 如指类推,我们就要将这两条粉红色160气球 穿过这六条气球 绞住一个圈 首先留一个黄耳结 然后将它上下 到最后一个了 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我们就将这个 底下的这个 扭型之后 调过这个红耳结 旁边这个红耳结 接着这个又是上面这个 扭过这个红耳结 接着我们就剪了它 等它走起之后呢 将它两条绑在一起 剪了多余部分 剪了多余部分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 这一层了 那就是六条气球 那就是六条气球 都有一个这些 五十气 接着呢 我们就 将这六条的260气球 然后呢 我们呢 首先呢 就留一个单结 那就是 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 160气球 和这个呢 每一边都是差不多 那跟着呢 扭完一个单结之后呢 再留一个红耳结 接着呢 接着呢 呢 再留一个红耳结 接着呢 接着呢 再留一个红耳结 接着呢 再留一个红耳结 六条都有一个红耳结 接着我们就帮这个白色的260气球 大概剩下一个手掌位 这个白色气球就做了忌廉 好了,我们就将这个在红耳结里搅拌 接着我们就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去到另一个红耳结大约多长 搅拌到位置之后,每一个都是这样的长度 我们就将这个白色气球扭到旁边的红耳结里 搅拌一个圈,然后再向旁边搅拌到另一个长度 再向旁边的红耳结里搅拌一个圈 搅拌一个圈 好了,我现在搅拌最后一条 搅拌一个位置,然后在红耳结里搅拌一个圈 接着我们就将它搅拌了 然后我们就将它搅拌了 走气之后,我们就搅拌到圈之后 在后面这里搅拌一个结 好了,每一个都有一个白色 在这里,记住这个红耳结我们就是打直地在中间 接着我们就在这个紫色这个 我们搅拌一个小的单结 接着我们就搅拌和白色的一样长度 搅拌一个另外一个单结 之后就在黄色里搅拌一个小的单结 我们将它紫色这个和黄色里搅拌在一起 这个紫色向下,接着黄色里搅拌这个长度 再在旁边这边搅拌一个单结 之后就搅拌过来 如此类似这边 如此类推,我们就是围绕一个圈 好了,到最后一条 我们就搅拌完一个长的单结之后 我们就要在最初的紫色这个 在这里我们就要将它穿过去中间那边 我们拉开它,然后穿过中间这里 在这个叶位这边搅拌过来 我们就完成了,又做了一层了 我们需要重复这样再做多三层 我们重复正话的步骤 又再搅拌一个圈 做第二层了 好了,到最后又像刚才那样 我们又要在旁边这个粉色里 我们要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就在一个小的单结和长的单结中间 穿过来 我们又做了一层了 我们再做多一层 最后就是在这个黄色里 在中间这里穿过来 我们接着帮这个白色球 然后就做底下边这一层的奶油 这一层的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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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完之后呢 我将它两条绑起它 剪了这个多余那边 然后我们首先呢 我们将它穿过来 我们将它穿过来其中一条 接着呢 我们就留一个红耳结 留完红耳结之后呢 我们呢 我们呢 就是夹回这里 一样长度的位置 剪过来隔离这条 在红色这个地方 剪了一个圈之后呢 再留一个红耳结 一样长度 一样长度 剪过来隔离这条 隔离这条 隔离这条 闪耳结的 一样长度 剪了一样长度 我们就把红耳结 组组织 新隔离这条 隔离这条 用红耳结的组织 再扭过去旁边这条黄色那里 扭一圈 这条白色的耳龙气压做了三层 然后扭另一边 用另一边的条裂向左边扭过去 一样扭到一样长度 接着就扭过来 一样长度 向左边扭一个红耳杰 再扭一个红耳杰 接着就剪了 剪了一个白色的气球 两条都剪了 接着就绑个结 剪了多余的部分 接着这六条气球 我们都需要剪了去 接着绑个结结 接着就要扭正去 这个红耳杰就会打结的 就在这里 这样就完成了 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就要做些装饰 用红色这个260气球 我们就扭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它绑实去 扭一个小圆形这样做装饰 接着剪了 由于时间关系 我先再做多五个 我们总共有六个 接着六个我们就可以用来做装饰 放在这个摺子里 我们摺进来 我们就在下面那里拉过来 那我们就摺 套住它 那这里呢 就会 摺实在那里了 我们呢 就是每个 每个 每个隔的位置 我们就摺一个 在下面那里拉过来 不止类推呢 我们呢 就摺六个下去 好了 接着呢 就放在最后一个了 这样呢 就做了一个点绝 这样呢 就完成这个生日蛋糕了 那我呢 那我呢 点着这个蠟燭先 是不是很色彩缤纷呢 好想吃呀 送给你呀 下期再见 拜拜 去吧